我們剛剛前面講到 這個美中關係 現在也是相當的微妙 怎麼說呢 先看到了現在 美中的軍方恢復對話 當然這對兩邊來說 到底是一個好事 還是說 還是在原地踏步一個冰點呢 先看到了 美國媒體的說法是說 現在美方是希望在2024年的時候 春天第一季的時候 要來舉行海上軍事的安全磋商 那麼就有不具名的美方官員 進一步透露 目標是要在2024年的時候 春季來舉辦這個 海上軍事安全磋商機制會議 來進行進一步的 恢復對話實質上的交流這個樣子 至於紐約時報就說了 這一次通話 標誌著世界上兩大一個強大軍隊 在彼此關係中的重要一步 至於我們看到了 在大陸這邊的說法是說 中共的軍委聯合參謀市長 他就說了 台灣的問題是純屬中國內政 不容許任何的外來干涉 針對我們看到剛前面恢復對話的 這件事情就有兩派說法了 有一派美方的專家是認為是說 這個對話是好事 但是明年台美先後舉行 總統大選一個是年初 一個是在年尾的時候 也會考驗著美中的關係 當然除了美方專家以外 也有另外派專家認為說 美中的關係尚未因此解凍 現在仍處於冰點一個狀態 前面有講到其實美國針對這個對話 是持一個蠻看好的角度 但是好像現在背地一套 表面又一套怎麼說 因為一方面好 但是在軍事方面現在又在全面加強了 最重要的部分就是現在美國要來擴大 軍事抗中的籌碼 這裡是什麼地方呢 這裡就是天寧島 我們往下看到這張地圖 什麼是天寧島呢 它現在要準備重啟這個地方了 可以看到它其實跟關島距離相當上近 只有200公里左右 這個位在關島附近的這個地方 其實跟東北亞還有東南亞的距離 也不到3000公尺左右 地緣的戰略位置是十分的重要 那麼按照美軍的設想的話 一旦關島這個地方遇到遇襲 或者是遭受一些自然災害 無法使用的時候 上面這個天寧島 就會為那些改道而來的飛機 來提供相關的支持 而當然對於軍事方面的話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據點 所以現在美國打算要重啟這個地方了 那是不是也是因為針對美國 以及中國未來在軍事上面一些對峙呢 這個來看到這邊上面是 美國空軍現在計劃 要讓這個天寧島上的機場 全部要來重新投入使用 而且不光是重新投入使用 而且包含了在預算 以及上面呢 都會進行進一步的升級 這個呢在2024的財英報當中 預算申請就已經顯示了 聽腦的建設的申請呢 是達到了7800萬的美元的撥款 除了軍事上面的對峙之外呢 在經濟啊晶片上面 當然呢也會有一定的較勁 這個是在芯片的部分 我們先看到呢現在美國持續呢 對中國的芯片進行進一步的制裁 包含了現在要加徵關稅的反制啊 還有美國商業部也說了 將會調查美國企業的供應鏈當中 到底用了多少的 中國製的晶片 要來看到說美國的這些企業 對於中國的產業 依賴度到底有多高 要來做進步的統整 這個舉動就顯示出了 其實美國對於中國晶片領域的反制 已經從尖端的晶片進一步擴大到 傳統的晶片 雷蒙多也說了 其實過去幾年呢 他們看到中國的做法呢 有種憂心啊潛在這些跡象 他們擴大了企業的傳統晶片生產 所以呢也讓美國企業呢 更難跟他們來做相關的競爭 至於中國大陸對於這塊的說法是說 現在全球產鏈供應鏈呢 已經形成發展市場這個規律 以及企業選擇共同作用的一個結果 所以呢美國應當要 切實的尊重國際貿易的規則 以及在這個市場運作下的一些 創造出來的原則啊 以及為中美經貿合作 來創造良好的條件 這一大段呢在講的就是說 美國對於中國大陸晶片的一些抵制 好那中國大陸現在呢 當然有了一定的實力之後 你抵制你的 那我呢持續走我的路 甚至說開發更多的路 因為現在呢 中國大陸呢 要來借馬來西亞來組裝晶片了 就是要來規避美國的制裁 以及進一步會可能擴大的風險 這個呢是 特別提到就是消息人士指出了 越來越多的中國半導體設計公司 越來越避開剛前面提到美國進一步擴大制裁 為中國晶片所帶來的風險 所以呢要來利用馬來西亞公司 組裝部分的高階晶片等等的 當然呢因為保密協議 所以呢也沒有辦法透露這些公司的名稱 還有呢那講到馬來西亞這個部分 當然馬來西亞其實也蠻兩難的 因為一方面他們也要保護自己的產業 但另外一方面 其實如果中國大陸產業來的話 對他們自己本土來說 也會帶來非常非常大的一個金流 包含了這邊有特別提到了 大馬光是今年第一季流入的外國 直接投資就高達150億美元 大約是4666億的台幣 那麼是2019年的兩倍多 而且絕大部分的 都是來自科技還有晶片公司 可想而知 如果中國大陸把這個晶片道路 設計在馬來西亞的話 對於他們本地來說 也是有非常大的影響的 先問一下有明哥你怎麼看呢 天寧島不只是空軍 美國的海軍陸戰隊也在轉進到這裡 建構一個就是海軍陸戰隊的基地 其實各位稍微去查一下 天寧島跟關島很近 在1944年的7月 其實美國的軍力當時都以 就是兩到三倍的軍力 在關島美國是用4萬人 在天寧島美國用3萬人 對抗關島的日軍當時是18500人 而在天寧島當時日軍是8000人 而那個時候日軍就採取的 就叫做預稅戰略 在關島所有人都死了 在天寧島其實只有300人被俘虜 那就表示什麼東西呢 其實日本在這邊事實上是留下 跟美國的對抗 然後現在日本跟美國的關係 你就覺得很唏噓對不對 同時登陸戰爭是有可能的 軍力上的對比 以現在的這個情況 其實大家都忘記了 現在的兩岸情勢 因為我們的選舉 我們在台灣的媒體 一路從藍白河到藍白切 到現在的這個波賴皮療 然後才開始出現到 12月15號的貿易壁壘 跟就是12項的ECFA的問題 539項的優惠關稅 其實兩岸問題最關鍵 還是在安全跟和平 對不對 當就是說這個時候 天寧島開始在增加 然後美國拜登在簽署的 那個國防授權法的時候 因此雙方的參謀長 就在幾乎是12項 中共宣布的 大陸宣布的12項的制裁 優惠關稅取消的 同一天舉行視訊會議 所以當劉正麗跟布朗說到 把台灣的問題跟南海問題 提升到變成美軍的高層互動 一個最重要的基本立場的時候 其實這已經是很清楚的 訊息在這裡 為什麼美國這個時候 要去做這些軍售 確認只有3億 而且3億你把它拿出來 看起來內容 沒什麼 第一個他要跟習拜會當中 習近平提出來這樣子一個警告 提出一個反應 第二個當然也是為了在 目前的兩岸的情勢 特別台灣選舉大選之前 提出一個威懾 或者是一個保證 這個保證當然是對民進黨 但是我們自己要面對這個情勢 我們自己要面對兩岸的未來 經濟上 你能夠脫鉤嗎 各位 2003年阿本第一任的開始 我們跟大陸的貿易就已經黏著到 他們成為我們的第一大貿易夥伴 占我們的對外輸出 37% 20年之後去年是38.8% 所以兩岸的經濟是非常的黏著 跟相互依存 連美國都是 美國到現在為止 是中國大陸第一大貿易夥伴的國家 去年這個貿易來到了7000億美元 美國說我絕對不會跟它脫鉤 你現在看到的是 我們如果現在真的是 一路要走到綠的話 基本上經濟上 你就會面臨到很多嚴重的挑戰 那這些大老闆 以及有一些所謂的狗頭軍師 綠頭軍師 就告訴你 對台灣產值沒影響 經濟部 國發 這個都是這樣講 但是多少就業人民 對不對 你的年薪有到台幣100萬嗎 年輕人 朋友們 可是我們的人均DDP 是來到年薪100萬 這誰賺的錢 不是綠金王朝 要不然就是那些科技新貴 所以你自己要選擇台灣的前途啊 而且想到天寧島 其實它有一個很重要的歷史事件 是在二戰的時候 太平洋的 太平洋 天寧島機場的時候 是在這裡曾經發動投擲 太平 原子彈的太平洋機場 這個地方 二戰的那個時候 問一下少將 天寧島 我現在覺得天寧島 天00 地00 飛彈導彈 東風導彈不要打我即如令 為什麼現在美軍要開始建設天寧島 你知道嗎 其實美軍原來的基地是關島 它認為在中國大陸他們的 導戰能力還沒那麼強的時候 它關島它根本就沒有任何防衛措施 但大家可能不相信 你十年前關島這個地方 那麼重要的軍事基地 它居然連愛國者飛彈 或者薩德系統都沒有 它認為在這個日本 韓國 台灣 這些地方部署這些導彈 已經可以把中國大陸封鎖在裡面 所以它只要有關島基地 當作攻勢基地 當作後勤之地 來支援你台灣 日本 韓國就可以了 所以它沒有防衛措施 結果沒想到現在都 前兩天發生一件很重大的事情 可能大家不注意到 在軍事史上面 天下第一件就是那個胡塞組織 用導彈飛彈 擊中一條郵輪 當然它主要是代表什麼韓裔 它用什麼導彈 是飛貓腿飛彈 是上個世紀老舊的飛彈 這個俄羅斯給它 用那種導彈飛彈 是打到天空再跳下來 居然可以命中在航行中的一條貨輪 代表說導彈有機會命中貨輪 那代表中國現在來講 東風17 東風21 英機21 那些彈道導彈 要打你美國的軍院來講 是真的是 一定是可贏 絕對不是吹牛的 那這種狀況下 關島就開始要加強他的防護 他擔心被攻擊 那關島加強防護 前一陣子開始佈足什麼 開始佈足愛國者系統 佈足薩德系統 然後但是問題說很不幸的 以阿發生戰爭了 以阿那邊發生狀況了 他又把這套鐵熊系統 他給以色列買了鐵熊系統 又搬回去以色列那邊 愛國者系統又搬回以色列那邊 他現在島上沒有系統來使用 在這種狀況下 關島是很容易被解放軍攻擊的 所以因此他才到天丁島那邊 蓋一個預備基地 他不只在天丁島 他在硫磺島那邊也要蓋一個預備基地 萬一他的軍艦 他自然已經被擊中的話 他可以在硫磺島那邊做緊急的降落 這是目前美軍來講 代表的最大含意就是 他來講他關島已經是在 這個解放軍的射程範圍之內 所以他才會在天丁島那邊 蓋設一個預備基地 當作萬一被攻擊 預備來使用的一個地方 那韓民哥你怎麼看 現在美國針對芯片是不停的 在做相關的抵制 但是中國已經在開發新的一個道路了 這個是必然 中國大陸現在就是兩條路 一個就是尋求跟其他的國家的合作 這樣逃過美國的制裁 然後能夠持續生產芯片 另外一種就是加速他自己 國內內部的研發 要想盡辦法突破先進製程 這樣子他才能夠 不會再被美國掐的脖子 這個是他必然要走的路 因為實際上 中國大陸是長期遭受美國制裁 他不是最近這幾年才遭受美國制裁 他一路都遭受美國制裁到現在 所以他心裡頭非常清楚 他現在在美國 美中兩國對抗這種戰略態勢之下 他如果全部的東西都會自己做的話 他未來 美國一定會把他感覺得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他一定要就是積極的研發 只有自己掌握技術他才有活路 所以我覺得美國現在 正在逼著中國大陸走向一個 什麼東西都會自己做的一個國家 這個對美國真的是一件好事嗎 實際上 當中國大陸真的什麼東西 都會做的時候 你要知道 西方要面臨的不單純只是 你喪失了制裁他的效能 甚至是你的市場會被他取代 他們有沒有想過這件事情 當你逼著中國大陸做出來的時候 因為他的成本原比你低 他生產量要比你大 對那些買不起先進晶片的 這一些第三世界的國家 未來中國大陸就是他們最好購買的對象 所以你等於是正在把市場拱手 讓給中國大陸 你確定你要做這件事情嗎 所以我一直覺得美國的戰略 好像只考慮到眼前的問題 沒有去思考整個未來的一個發展 所以我覺得美國是很奇怪 但是在天寧島這個問題上 他就思考到未來的發展 而且他做到一個 其實如果我是日本人 我看了會非常擔憂的事情 也就是老大從前線退去 到第二線去 把前線丟給你 因為現在他等於把前線 就丟給日本了 所以日本必須要大幅增加國防預算 然後要去積極的去研發導彈 然後相關的這些東西 老大往後溜了 你一個小弟在前面擋著 你確定這是一個